好 來看到這個行車記錄器的車主 是把車開到這一戶民宅外停車 但是馬上就有一名男子 上前過來拿著修剪數目用的剪刀 狂敲他的車窗 喂 你好 我要報警 不遭人襲擊 就是因為想要分手不成 雙方引爆非常多的糾紛 那麼其中一次 雙方發聲口角之後 這名女子甚至被打到全身四傷 手還骨折 背後有大片瘀青 被送到急診室開刀 目前還在昏迷中 先來聽這名女子的家屬最新訪問 還是很難接受她的說詞 但是她一直堅持是我媽媽跌倒 那我也是白失不得其見 就是憤怒之餘 我也是只能先交給司法 先處理我 只希望我媽媽可以趕快醒來 好 真的是讓家屬非常痛心 原來這名女子 她是已經跟男朋友交往了十二年了 但是期間屢次被打 甚至有四度被打到急診室去就醫 讓被害人的家屬 是決定尋求司法途徑 可以讓這個動粗的男子受到制裁